民間的自救地鑑購買疫苗希望比照鴻海 取得緊急授權 但政院堅持不能併案討論 指揮官陳時中還認為 案子太多會有困擾跟干擾 請問市長會不會希望政府還是多幫忙協助取得疫苗 我們台灣現在疫苗就是不夠嘛 所以因為疫苗不夠 讓民眾不但在施打上非常的渴望以外 甚至於在疫苗接種的選擇性非常的低嘛 所以在整個讓疫苗的勤體免疫性就大幅的漏獲 所以只要有民間團體 不管是宗教 企業 熱心人士 一定來協助政府來購買疫苗 政府本來讓我們民眾能夠安心安全 而且快速得到保護 就要協助這些熱心人士 快速的取得疫苗 所以我還是一句話 人要幫我們打三天 我們就更加主動 趕快去跟他幫忙 再怎麼困難 都幫忙 趕快讓疫苗進來 絕對不要說困擾多 事情多 什麼時候多 如果再這樣 我相信我們的疫苗接種的速度會更慢 我們最重要是讓我們全國市民趕快接種疫苗 所以速度要快 拿到品質要好 數量要夠 我一直強調的三件事 政府趕快幫 有心要幫我們忙的這些熱心的企業 宗教人士 給他們幫幫忙 大家一起努力 趕快來購好安全的防疫 民間購買貨捐贈疫苗 那相對的 我們在有授權 請求授權台積電鴻海 那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採購的專案 那現在的採購目標是有1000萬 我們現在目標是希望能夠積極的趕快把這個案子弄成 那其實有很多的大概相對也沒有那麼的完備 所以這裡面如果太多的管道 其實還是會妨礙到 我們原來這個採購專案的一個進行 先取全力把這個採購專案這1000萬 能夠盡力的去完成 那相信這個是我們現在 最重要的一個工作了 那其他有一些如果有特別的 有特殊的情況 雖然我們一再講 在國際上現貨確實是非常的少 而且各個疫苗大廠 基本上也是 跟這個國家來做往來 但是也不排除有其他任何可能性 那如果比較完整的資料 可以來向我們提出來 那我們會做個案的審視 當然有機會我們都不放棄 但目前來講 麥是以這個台積電跟鴻海 這樣的一個專案為主 確實太多的話 也會引發一些困擾 反而本來 會成的 反而就有一些乾燥 這樣也不好